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知道戶数越多 基本上它的房价是比较值钱的 因为表示它的安全度会比较高 那它坪数也不低 是49到52坪 当然我们一般来说是50坪以上的房子 就比较有价钱 坪数越高 价格越高 49到52坪 其实基本上应该也算是一个中等的坪数 那乌林非常年轻 只有16年 那么比较特别的事情 它2000年的君子还配售的每坪 只有20万元 现在单价已经常看到90万元 涨幅将近有五倍 我们来看看这个消息曝光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世贸新城也有疑惑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在当律师开始 其实我就有非常多的 投资理财的机会 答非所问 也让外界对世贸新城 更加充满好奇 坐落在台北市精华地段 新一计划区 一旁紧临台北101 环境清幽 这里就是世贸新城 也是民进党立委所爆料的 王鲁玄第六个君宅投资 的确是他担任这个劳委会主委之前 买卖都是在他担任劳委会主委之前 他到底承认了没有 好像也没有 可是他也没有否认 我们只能猜测 说他大概是默认了 1998年完工 根据当地朱表示 当时北平就喊到30万元行情 倘若王鲁玄在此有笔交易 扣除君宅五年不得买卖限制 快则一年脱手 慢则三年脱手 以当时信义计划区 地价起飞速度 获利都算不错 国民党总统参选朱立伦 亲自接受电视节目专访 对于副手王鲁玄设计的君宅买卖 他拍胸脯挂保证 没有任何违法的情况 当然也没有明显的 你刚刚讲没有明显的道德瑕疵 这个是他的用语 那我们是觉得说 其实回过头来讲 就是说他买的在板桥 板桥的 他将来要自己退休以后 要住的这样的一个房子 我们认为说 其实就一般的市民来讲的话 是可以接受的 强调事前对王鲁玄的财产 都有掌握跟查证 不过对于观感问题 朱立伦却推得一干二净 要王鲁玄自己讲清楚 说明白 过了这个监察委员的调查后 发觉事实上它是合法的 也没有任何道德的瑕疵 也都说明了很清楚 那当然 现在可能用更高的道德标准 去看 那我想 这个当然就必须要 请王主委说明一下 但是我还是回过头来讲 从他这个学校毕业 一直到担任劳委会主委 这中间有二十几年 就一般的人来讲的话 当然有一些人会去买国宅改建的 或者是眷村改建的国宅 都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面对主持人频频追问 依然坚持观感问题 只能王鲁玄自己处理 不过搭档参选 不可能切割看待 朱立伦如果不能帮王鲁玄过关 恐怕就得一起吞下苦果 这观感也太差了吧 朱立伦还脸上可以带着微笑 这军宅可以这样来吵的吗 而且一定要锁定军宅 现在最新的消息 连世贸心存都有吵的范围 等会我们会有证据 等会包括我们这个 就是仁君跟金兰 都有真的消息 可以说出来 他确实不是只有吵五洞 他事实上是吵第六洞 已经呼之意出了 可是比较好奇 世间议员 我们先就朱立伦的角度来看 你看他当时说副手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具有社会声望 一个是政务经验 现在看起来政务经验变成22K 政务经验变成无薪假的教母 政务经验是告官场工人 那么至于社会声望就不用说了 现在年轻人视他为寇仇 就是炒房炒到君宅 而且当时这个 曾经有一份杂志的封面故事 就说这个马英九 两个重要的官员 一个叫刘毅如 总共九度换房 换了九个房子 真的太神奇了 而王若璇主公赚君宅 而且赚差价 这样的情况下 我不晓得朱立伦怎么去面对群众 他刚才笑得还蛮灿烂的 这件事好像一副都不关他的样子 没有错 那个事实上 你冷静看 发生这个事情以来 朱立伦面对媒体的表情 神情 你看他都云淡风轻 有时候还带着一抹微笑 因为已经达到朱立伦希望的效果 他讲的说什么要有社会声望 要有实物经验这些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够帮朱立伦当烟幕弹 这个很清楚的这个就有这样子的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 就帮朱立伦的焦点转移掉 这个厉害 因为照说朱立伦本来大家要追的是朱立伦 因为最主要的是总统候选人 副总统一向都是陪衬的 你看过去的副总统 你看吴敦义他不是当了副总统吗 不是这样吗 连不讲信用 爱乱讲话如吴敦义者都可以当到副总统了 所以其实副总统不是那么重要 那么对朱立伦来讲 他选择一个能够帮他当幼儿 把所有媒体焦点转引过去 大家看那个电影空军一号 那飞弹要攻击空军一号的时候 空军一号就咻咻射出两个那个烟幕弹 把这个飞弹导引开了 那不分区立伦名单跟副总统人选 就是朱立伦要释出的烟幕弹 来帮朱立伦当挡箭牌 朱立伦自己也很清楚 这一局的总统他是输定了 但是他希望说至少这五十天 不要直接大家去面对去挑战 去挖出朱立伦暗黑的一面 所以我觉得至少他这一部分 他是成功了 而世贸新城这个事 我相信断一刊一定有相当的根据 那么要不然他不会随便说 那大家如果去了世贸新城一看 其实坦白讲那离我们议会蛮近的 那先前一段时间 我们如果去那个附近 有会刊 有任何事情 去那边出工才办的时候 大家会以为那是豪宅 说实在话 那那个地方确实差价很高 因为是确实是不得了的差价 为什么你旁边通通是豪宅 那旁边每一瓶都一百二一百三以上的房子 那边新盖还有到两百多对对对 那个新盖如果是民间盖的 一瓶一百多瓶的 有两有都是上亿豪宅 超级豪宅都两百以上 我就讲一般 一般我们中上的一般的住宅 在那边都一百二一百三的行情 那为什么在各该地区 这些军宅国宅会有那样的差价 因为就是政府为了照顾补助这些军券 中低收入户 所以有军宅国宅 那政府是以当初当地地方土地的成本价 取得的成本价 跟建造的成本价加起来做售价来出售的 所以买这样子的土地 如果买这样的土地 房屋再去占差价 我觉得这个毫无正当性 而且这等于赚了社会财 赚了国家政府本来的美意 他是以政府是以土地取得的原始价格 跟建筑的成本价格来计算 这跟一般建商的计算方法不一样 所以很明显大家通通知道说 军宅国宅在各该地区有相当的差价 所以来买基本上就有这个准备 那当地的差价更高 每一瓶我认为以现在行情来讲 甚至差了将近一百万之多 差一百万 那士忆你可以帮我算一下 那个如果差一百万 以五十瓶来看的话 这一手利润有多大 我想当然一百五十瓶五千万 但是他可能没有都拖到现在才出手 可能在这个之前 也就是在五年的限购期内 他们他便宜的买 那可能有赚了一些差价就卖出去 也说不定 但是如果是留到现在这个时候 那每一户的差价四五千万是跑不掉 四五千万 因为你当初取得是二三十万 那现在是一百二一百三 但是我相信很多在炒作这样房屋的人 他是可能买了 那可能三两年 可能有赚了赚个一千万七八百万 他就脱手 但是这个完全把政府的良法美意 把整个国家社会的社会财 所贯注的军宅国宅 等于由中间这些人炒作掉 完全丧失了政府本来的美意 哇 时间运一讲完 这个可能如果他是晚一点卖 中间差价一户可以到四千万元 四千万元 哇 多好年轻人赚一辈子都赚不到四千万元 所以我觉得这样看起来王如璇不但是会炒 而且炒得很精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世贸新城是在新一计划区 最经典的地方 最具有价值的地方 而这个所谓的建华新城呢 建华新城是在文化路 我们知道去过板桥文化路都知道 那边也是豪宅邻历也是高价位的 他不炒一般的这个军宅 一定要炒就要炒最贵的 好 等会我们任俊 他这边好像有一些最直接的讯息 证明王如璇曾经用自己的名义 把这个世贸新城的房子打租约 租给别人 真的吗 哇 吓死人 那他的这个租金有没有缴利息呢 还有这买卖价差 租金有没有缴税金 买卖价差有没有缴税金 朱立伦到底在想什么 等会我会请一下欧老师 我们先进口广告 完成了 按赞 完成了 中文 OH po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